Hello,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之间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1986年的经典科幻片《霹雳5号》 它讲述的是一个机器人遭到累批后觉醒 获得自主思想的故事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机器人总动员里面玛丽的原型 虽然两部电影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们大可将它看作是一种致敬 虽然电影只有一个半小时 但是剧情十分紧凑 故事性也很强 比现在不少两个小时的电影 却能用不到三分钟讲完的电影有意思多了 公司演练基地内 一个机器人干掉了整支军队 任务完成得很完美 观众席上的军官们纷纷响起掌声 机器人公司老板上台发言 这款核能机器人 在这个人类安全为重中之重的社会 能适应各种恶劣天气 保护人类并为其作战 突然天空雷声大作 众人只好将参观转移到室内 而机器人们由于转移不够及时 一道闪电劈下来 光好将5号机器人砸开的花 经过充电检查过后 却发现一切正常 工作人员便放心地让他去执行任务 没想到刚离开就出了岔子 5号调队在一旁玩起了开关 还被送上了垃圾车 这样一个武装机器人被流放在外 有多危险 就不用我说了吧 基地里的人们都乱了套 立马封锁所有出入口 但是垃圾车 好巧不巧的 就在封锁的前两秒 开出了大门 研发博士刘斌 想要中断他的系统 却发现系统失效了 开启定位之后得知 5号已经出了防御区 可怕的是 他的机关武器还开着 很有可能会将周围的一切都炸毁 公司的雇佣军立刻出动 去找回5号 5号在路上走的时候 不慎被车撞下了大墙 颖看就要自由落体掉进水里 机智地他打开了降落伞 安全带着陆在了一辆汽车上 跟着汽车回到了卷发妹的家 卷发妹还以为她是外星人 非常友好的教她能够看到的一切事物 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 她五秒钟就能吸收完全部知识 卷发妹家里的书全都被她看光了 于是5号开始到处捣乱了 她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知识输入 于是卷发妹打开了电视给她 第二天一早卷发妹起床 发现机器人还在看电视 看那么多电视怎么能行 对眼睛不好打 于是她带着机器人出门走走 却意外发现了5号不是她认为的外星人 而是公司研发的机器人 她立刻打电话给公司 让他们来将5号接回去 但事情怎么可能进行得那么顺利 5号得知自己会被带回去解剖重组 而解剖意味着永远的消失死亡 拥有了自我意识的她不想死 她立刻跑上了卷发妹的汽车 秒读使用说明 来了个汽车大逃亡 但她还是没逃过鲁宾的追捕 卷发妹告诉鲁宾 5号身上发生的事情 鲁宾一点都不相信 她强制关闭了5号的电源 将她带回研究基地 没想到 5号已经不收电源控制了 她醒来后将自己的电路改装了一下 还截了公司的车 还机智地将追踪器 扔到了迎面驶来的另一辆汽车上 真的是好聪明 卢冰得知后又惊又喜 但是雇佣军却认为 这就是个祸患 当晚5号回到了卷发妹家里 显然拥有自我意识的她 认为卷发妹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学着电视里的舞步一起跳 机器人也在第二天早晨起床 为卷发妹做着爱心早餐 卷发妹的可恶前男友 却突然找上门来 她看到了悬生5号的新闻 想要转她回去领赏 5号直接将前男友的车子毁了 前男友气愤地朝她开枪 全都被她挡了下来 还用自己的激光射线 教训了前男友一顿 前男友只能落荒而逃 去同风报训 这一下 卷发妹家里是不能呆了 他们只能逃亡 但是他们又无处可去 只能向卢冰求救 他们在一家餐馆坐下来交流 卢冰怎么也不相信 5号就有自我思维 同时军方派出了其余四个机器人 来消灭5号 不出意外的 由于智商碾压 全都被5号干掉 真是陪了夫人有折兵呀 军方很快就赶到了餐馆 想将卷发妹抓起来 关键时刻 5号冲起来救走了卷发妹 然后在路上设置路障 拦住了坠机他们的军队 感觉自己遭到背叛的卷发妹 气愤地让5号下一次 直接消灭这些雇佣军 但是5号清楚地知道 这是不对的 他拒绝了卷发妹 两个人抱在了一起相互安慰 5号半夜劫持了鲁宾 将他带到了卷发妹身边 用事实向他证明了 自己拥有充分的自我意识 和人类没有区别 甚至还能和人类一样 被笑话逗得哈哈大笑 得知自己研发的机器人 竟然拥有了自我意识 路障兵兴奋地 和卷发妹抱在了一起 不过公司的雇佣军也赶到了 在谈判过程中 雇佣军居然对他们 实施强制措施 突然5号从车里逃走 无数的炮火对准了他 不出所料的 在这猛烈的攻势下 5号被炸成了灰烬 卷发妹或路障非常伤心地离开了 正在卷发妹哭泣的时候 后车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原来5号并没有死 他用短短的时间 造出了一个自己的替身 让他代替自己去死 这招礼貌欢太子 妙呀 5号开心地登上了驾驶位 带着卷发妹和卢斌 行驶在通往幸福的大道上 所以说 他的脚明明就是两条铝带 到底是怎么开车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青天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小夕见啦